哈哈哈哈 来啦 看见三哥的这台摩托车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不相信 你再看看这个 他的脑细胞是真的多 拥有一台带方向盘 和用手挂挡的摩托车 三哥并不满足 因为就算有了一些汽车的特性 但他还是个两轮 而两轮的摩托车 没办法让他成为村里最亮的仔 所以他今天打算将心爱的摩托 改装成一个四轮 因此这辆两轮摩托车 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 首先他弄来五根方形的钢管 这将拿来做汽车的框架 对于脑细胞很多的三哥来说 几下电焊就将其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则是之前的摩托车轮胎 由于这两个轮胎比较宽 三哥打算将其拿来当做后轮 也是直接用钢管将其焊击到车架上 有了两个后轮 还得有前轮 所以他老爸的自行车就被祸害了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辆自行车 他居然弄出了两座前叉 我属实是佩服 而这两副自行车的轮胎 就将拿来做前轮 一辆摩托车都可以承受 实了个人的重量 想必这两副自行车的前叉 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不要担心质量问题 就这样 车子的四个轮胎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做转向系统 它在两边前叉的下面 焊上一块铁片 最后使用螺丝 将一个更长的铁片 将两边给连接起来 在方钢的正中间 焊上一个小钢管 那个简易的方向盘 就可以放到里面 另用一个钢筋连接下面的铁片 给它点上电焊 这个转向也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安装发动机 这是打算安装到后轮上 还可以变成一个后局 由于使用的是之前摩托车的发动机 这里只是做简单的安装工作 还是很简单的 装上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接下来这边要做个脚踏板 既然做的是一台汽车 那油门离合还有刹车 都会给它安装到位的 至于油门的控制方式 老哥直接使用线控 这不得不说是个大胆的设计 而他的离合也是采用同样的设计 使用线控 最后就是他那个换挡要怎么换 不过老哥也是早有应对的方法 用几根钢筋就完美解决了 想要成为村里最亮的仔 排气筒是一定不能少的 这之后发动机就可以启动了 不过还没完全结束 还得给他安装喇叭和车等等装饰 因此也需要弄一块蓄电纸安装上 至此车已经是完成了 接下来给他喷点油机 给上面的车架和编织出一个棚子来 整个车就差不多了 最后给他加上一些汽油 车子就可以启动了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三哥的单轮驱动汽车 这外观还是很拉风的 第一遍 这快可以 过来 这我们下车的速度 好 好 对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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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